桃園市升格直辖市之后 消防员编辑原额从965人增加到了1688人 但实际上仍然还有三分之一的缺额没有补齐 虽然现阶段消防局消防回归专业捕风捉舌业务转以外 也利用益销人力弥补不足 但消防员人力依旧大缺 以桃園市来说消防员缺额532人还少三分之一 要到民国108年才有希望不满 但议员质疑人数不合理 消防负担大报干之勤 桃園市已经有210万人了 可是我目前的这个实际上我们的编制是1688人 这个差额是差不多将近三分之一 政府的这个人力有限名利无穷 所以说我们也善加利用这2000位的这个 益销的一个人力来弥补我们救灾人力的一个不足 再者桃園目前11层楼以上的建物有2000多栋 16层以上的建筑物有600栋 25层以上的有45栋 有议员担心桃園急速发展人口暴增 大楼越来越高现有的云梯车高度不足 高楼层救灾死角 超高层的建筑物云梯车是不可能达到的 就算这一个直升机也会因为火流的一个上升的这个状况 让直升机无法靠近 事实上国内最高云梯车也只有62公尺 约20层楼高 消防局指出云梯车主要是辅助救灾 11层楼以上的高楼应该有自动洒水排烟等完备的消防设施 而桃園的消防人力预计到107年也将再增加307人 记者詹淑芸采访报道